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12号下午 北京又通报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北京近两日已新增确诊三名患者 据官方通报的信息 一名患者曾在6月3号 前往位于北京丰台区的 新发地菜市场地下层 采购海鲜和肉 据了解 目前新发地菜市场牛羊肉大厅已封闭 其他大厅未受影响 这个市场的一名商户告诉南都记者 牛羊肉大厅于12号上午封闭 随后有相关人士 来市场为商户做核酸检测 这名商户12号告诉记者 下午刚做完结果还没出来 另一名商户也向记者确认了这一情况 他在昨天中午做完核酸检测 目前正在等检测结果